欢迎双十空军松子部专机队飞跃走红浮起来很强眼 只是最近一份海巡署提供给民众党团的书面报告 意外揭露海巡署疑似有讨论过配合规划航空分属 因为要争取12架定义机 看准了空军松子部专机部队如玉裁编 旗下的飞机若能一波合情合理 但海巡署也在报告内回应 目前整体方向优先发展无人机 等于上述不可能 加上行政院曾才是暂缓航空分属构想 假设说这个方向大家认为值得去发展 未来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管马上任初期曾热烈讨论过 专家则认为并非五级之谈 毕竟除了救难搜寻还有灰色地带冲突威胁 有时候你碰到事故的时候 这种你能够率先抵达 就代表你的国家的司法权到了这个地方 第一期你也可以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盘旋跟搜证 局里日本海上保安厅就有自己的飞机 但专家认为把飞机来源瞄准空军专机队飞上侧 控制送指部专机队旗下有11架 必取1900行机和3架的福克50 提供隔魁部会首长还有贵宾来搭乘 而坐机队的波音737则是总好专机 福克50机灵32年 必起机灵37年 虽说飞行时数很低 但围保和零件取得肯定是问题 通用平台上非常普遍的ATR这样的一个飞机 或是Dash 8这样一个系列的飞机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空军要买的新的行政机 再跟这种飞机 它如果形式上来说 你买同种飞机 相对来说 你的总数量就可以增加 你的价钱就可以看得更低 航空量能不再意源化 资源和用途得要最大化 TVB的新闻红发流听听他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